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在台湾每一个人都经验过地震 我们也知道地震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我们也非常谦卑地说 我们没法完全排除地震的灾害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很有信心 我们可以降低灾害的冲击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究竟有哪一些方法 让我们的灾害可以降低 也让我们的复原能力可以提高 我在这边就用2016年的美容地震做个例子 这边是地震发生之后就有个地震的报告 这个地震报告是从中央气象局所发布的 看这个报告看起来没有什么 事实上它有很多的资讯 它包括说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 还有它的那个深度 你会看到在地图上面 会看到很多数字 然后这个数字就是代表每一个地方 它的震动的那个程度 那这个报告对我们来讲是蛮重要 然后在这个2016年的美容地震 那我们有一百多人死亡 然后在这个之前 然后这个91地震发生没多久的话 那我们按照过去的那个统计 那我们说这个15到20年 就会发生一次死亡人数超过百人的地震 那如果说我们从2016年往回推的17年的话 那就是1999年 那当然我们就希望是透过这个努力 让这个魔咒可以打破这样 那我们就看说我们究竟有哪一些策略 有哪一些策略这样 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震活跃的程度 跟它这个所在地会有不一样这样子 那就说不一样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震活跃的程度 然后第一个是说我们是不是逃之夭夭 然后就远走他乡 比如说我们到新加坡 到马来西亚 到韩国等等 这个地震活跃的程度没有那么大 那我们回头一看 我们这个2300万的同胞留在台湾 那我就说我们就是跟台湾共存亡了 那我们就爱台湾 但是我们留在台湾 我们必须要跟这个地震一起生活 所以这个第一个策略 它是不适用于在台湾的2300万的同胞 这样 好 那第二个策略的话 我们能不能预测地震 这样 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预测地震是非常困难 这样 然后之所以有这样想法的话 那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不是能够预测台风的路径 这样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台风的路径 这个圆圈 这个随着时间 会越来越大的这样 那就代表说 这个预测的那个不准确度 或说不确定性 是随着时间 会越来越大这样 那这个台风呢 是在这个地表上面的 地震呢 是在地表下面的 然后我们在地表的上面啊 我们都有那么大的那个不确定性 何况啊 是这个地表的下面这样 所以这个地震的预测呢 它要 如果你能够要用的话 它要包括三个主要的元素 然后一个的话 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 那什么地点这样 那如果说它是远离我们的话 那也不会造成灾情这样 那规模是怎么样 就是说它释放的能量是多少这样 那我们也知道啊 我们经过这个 这个大自然的洗礼啊 那这个如果规模6以下的那个地震的话 在台湾啊 是不会造成灾情的 或者说灾情并不会很严重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说明天有地震 那当然有可能 因为台湾啊 每年有上万次的那个地震这样 但是如果你没有精准的资讯的话 这样的预测啊 对于啊这个避灾啊 这个测离啊 这个测离啊 并没有帮助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会有聚灾型的地震 这也是相当有可能 我刚刚说过啊 根据统计 我们大概15到20年 都有可能啊 相当有可能发生一个这个地震的话 人这个死亡人数啊 这个超过百人这样 但是我们总不能够每一天 都在外面搭帐篷这样 所以这个第二个策略啊 这个预测这个地震啊 这个最少现在来讲 这个科技啊 还没有成熟到 能够对这个防灾啊 有所这个帮助这样 好 那既然的话 这个地震什么时候发生啊 是老天爷的事情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有这种能力这样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说 这个做个地震的预警 那这个预测跟预警的话 有点不太一样 那预测的话 我们逾越了老天爷的那个全责这样 只有老天爷知道地震什么时候发生 那地震的预警啊 我们没有逾越老天爷的那个全责这样 地震已经发生了 已经发生了 那就说我们能不能够早一点点知道这样 譬如说 如果说我们有个地震啊 发生是在南部的 那在这个地震啊 那个震央的位置呢 我们有个强震仪 所以我们的强震仪呢 就知道大地震发生了 发生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传输啊 一个电子的讯号到我们这里 那因为电子的讯号啊 是比这个震波啊 跑的快很多的 所以我们会早一点点知道这样 那这个早多少呢 大概是几秒到这个十几秒这样 那因为我们不知道说 下次地震啊 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 发生在哪里这样 那如果要采取这种方法的话 那我们就要布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强震仪 那就是说不管未来的地震的震央在哪里啊 我总有一个强震仪啊 在这个震央的附近这样 那么这种这个地震的预警呢 叫做啊 这个区域型的预警 那就是说我们要有个强震的网 那么遍布啊 这个整个台湾这样子 那老天爷啊 总是会给人类啊一条路走的 那除了这个区域型的 的那个预警以外的话 那这个地震的那个震波啊 它有很多种成分 其中有两个的那个主要的成分 那一种呢叫做压力波 一种叫简力波 那压力波呢 中文叫做P波 英文叫做P波 那简力波呢叫做S波这样 那老天爷就给我们一些空间了 因为P波跑得快 但是它的幅度低 没有这个破坏性这样 S波跑得比较慢 然后呢它的幅度 震动的幅度大 然后呢会造成这个伤害这样 那我们就想说 当这个P波到达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预测说 跟随着这个S波 大概会多大这样 那我们呢也达到这个预警的那个目的这样 好那如果说我们用2016啊 美龙地震做个例子的话 那如果我们距离这个阵阳7公里 我们大概有预警的时间呢 3点多秒这样子 如果我们距离阵阳呢 77公里 我们的预警的时间呢 大概是有12秒 那我们就想说 这个地震的预警 那究竟我们能够这个 有些什么用途这样 然后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这几秒到这个十几秒 然后要让我们啊 从这边跑到户外去的话 我猜是做不到这样子 那究竟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东西这样子 好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电梯 知道这个地震来了 那是不是说它就近的楼层啊 把这个电梯门打开 那人们呢 就不会因为这个地震之后啊 被困在这个电梯是那样 那因为啊地震啊 往往会伴随着这个火灾 那如果人啊 这个被困在电梯呢 是相当危险的那个事情 然后再来的话 对我们的交通工具 那我们的高铁啊 是用快速的 这个在运转这样子 那如果说 它收到这个地震的预警 它把速度降低 那我们知道 当我们速度降低的话 这个脱轨 或者说翻车的那个几率啊 就能够大大的那个降低 这样 那我们也有些产业 那我们的产业呢 越来越精准 越来越精密这样 然后这些精密的产业啊 它对那个震动啊 是非常敏感的这样 那如果说 我们知道说 这个地震的预警 知道地震要来了 那我们这个把这个生产线啊 把它停下来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损失啊 降到最低 而且啊 也能够啊 把这个复原啊 能够这个提高这样 所以这个第三个策略啊 这个地震的预警的话 它是可行的 但是它不是万能的 它是可行的 然后第四个策略的话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啊 再做一些啊 这个灾害的防救的那个计划这样 然后如果说 从这个产业来看的话 那就是这个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所以我们怎么让这个企业啊 能够这个持续的运转 那地震啊 之后啊 能够持续的运转这样 那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排除 这个百分之百排除这个地震灾害 但是这个地震发生之后 我们能不能够说很快速的 能够这个这个复原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震的那个 灾害的那个防救计划的话 那要靠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未来的地震究竟是多大 它的分布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样 那我们国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呢 就发展了一个系统 叫做TELUS 那就是说我们就能够啊 这个台湾的那个地震的损失的评估这样 好那我如果说我们现在坐落在这里 那我们想说未来有可能的地震是怎么样 那我们说是一个想定的那个地震这样 那有了这个想定的地震 我们就可以做模拟 模拟之后呢 我们就说大概震度是怎么样 大概有多少的房子会倒 大概会有多少这个瓦斯会中断 或者说这个电源的中断这样 那么我们就能够啊 事先的规划这样 那有了这个事先的规划的话 那灾害的那个复原能力啊 就会比较好 不然的话 我们知道说这个地震很危险 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危险 它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 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说 它大概这个地震的那个损害的规模 是多少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这个策略这样 那说这个第四个策略 就是说我们怎么理定啊 这个灾害的防救计划 或说对这个企业来讲的话 这个企业的那个持续经营的那个计划这样 那这个的话 是可以作为啊 这个挣钱的那个准备这样 然后第五个那个策略的话 那就是说这个地震发生之后 我们能不能够早一点知道 这个这个灾损的那个规模 跟这个分布这样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说 如果总统呢 这个现在是发生在深夜 那总统很可能在他的关底这个睡觉这样 那能不能够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啊 我们在一两分钟啊 就大概是能够把这个灾损的结果啊 这个通知总统 那总统呢还没有这个这个 把衣服穿好 还没出门的时候 他就能够部署说 整个那个救灾的情况这样 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啊 我们有很多的那个灾损的那个模拟 我们把这个台湾啊 这有可能的地震 上万个地震都已经模拟好 然后呢建立一个资料库这样 当我们收到中央气象局的那个地震报告啊 我们唯一做的工作做一个比对的工作这样 所以我们能够啊 在这个地震收到中央气象局的报告 一两分钟大概就能够告诉大家说 哎灾损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样 好那如果说我们用这个2016年的那个美农地震为例的话 那我们大概收到中央气象局的报告啊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灾损的这个情况啊 分布的情况啊 这个发布出来这样 那这个分布的情况的话 包括说哎 它的那个地表的加速度分布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呢 这个房屋倒塌的情况分布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么大家都可以很快的这个投入这个救灾这样 然后第六个策略的话 那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新建的那个房子啊 盖的好这样 那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有耐震的设计 耐震的那个施工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有两个时间点蛮重要这样 一个1997年的话 我们有一个蛮好的那个设计规范这样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光有这个设计规范 未必能够好好的落实这样 然后在1999年的话 全台湾的老百姓 包括建筑的工人 都眼看到说如果我们的房子没盖好的话 后果会很严重这样 那那么我们的规范啊 就比较能够落实这样 那我们会看到啊 这个1999年以后新建的房子啊 相对来讲是比较好 不过那当然是1999年吉利地震 所倒塌的房子是1999年以前新建的 2016 2018所倒塌的房子也是1999年以前新建的这样 那是说这个问题是存在 只是每一次的镇央啊 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呢就把这个问题啊呈现出来这样 好那这个新建的房子呢 我们可以用耐震的设计 那既有的房子怎么办呢 那我们是不是啊 这个能够啊做一个补墙这样子 一样我们从这个2016年的那个美龙地震 然后呢这个是南化区公所 它没有补墙 然后呢地震损坏了 它没有办法 作为这个紧急的那个应变中心这样 那我们反观看这个龟人区公所 我们看到两道绿色的墙 那这两道绿色的墙就是补墙过后 然后地震之后它没有这个损坏 它能够作为啊这个紧急应变中心这样子 好那这个没有补墙的 它有可能损坏 那引补墙的话 它就是这个没有损坏 它可以作为紧急应变中心 那各位也看到说 我们过去这个十多年的那个努力的话 那我们大概把校舍的那个补墙啊大致完成 那我们在这个20 这个1999年呢有很多校舍倒塌 在2018年没有 2016年也没有这样 那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满足 我们除了公有的房子以外 我们也希望说私有的房子啊 也能够这个补墙这样 那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地震的那个防灾的策略很多的 我们没有办法说用一个单一的策略 就能够啊把这个灾害这个完全避免这样 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多元的那个策略这样 那我的结论是很简单 地震一定会来袭击台湾 那我们唯一能够做的话 就是为下次的那个大地震啊 做最好的准备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